汪小飞和大S多次交火都占下分 最后还是靠张兰力挽狂澜 最近大S人影 台媒却爆出一个大新闻 称张兰曾是小三上位 台媒称张兰多次替儿子体统救火 引起了部分网友的不满 有一位网名叫做正义德光的网友 就发文揭露张兰的超狂情绪 她称汪小飞出生后 直到满月才见到亲生父亲 当时张兰手提一件小孩衣服 还在口袋里翻出了一张女人的手写卡片 而写下卡片的人 则是当时汪小飞生父的前女友 这个人还爆料 张兰曾在自传中透露 当年认识汪小飞生父时 对方还有女朋友 但两人因家中反对 因此迟迟没有结婚 后来自己主动追求对方 交往四年后 最终在1981年晚婚 而那时张兰肚子里 已经怀上了汪小飞 对此谈没评价 这几句话不就暗指张兰当过小三 未婚怀孕 汪小飞生父偷吃吗 不知道大家看过张兰的自传吗 对于台媒的报道又有何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